接下来我们来看民国90年这一题联考题 它说有两个相距甚远的恒星A跟B 它平均密度比是Raw A比上Raw B等于1比2 那质量比M A比上M B等于4比1 那如果有两个恒星旁边各有一个质量 同为M的小行星分别以圆轨道绕A跟B这个运动 那假设绕行的轨道半径相同 则问你说第一个A 两个恒星表面重力加速度GA比上GB到底是多少 好 各位怎么算呢 那这个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很多人说老师太简单了嘛 对不对 这R平方分之GMM 题目告诉我们说 这个质量比多少 质量比4比1 而且这个轨道半径相同 所以R平方分之GM 各位这个质量4比1 好 轨道半径1比1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4比1 对不对 来 各位 瞬间被秒杀 为什么呢 来 各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题目呢 有四个小题 那一样配分 三分三分两分两分 这样三分 各位 这样如果就三分 好像也太简单了一点吧 而且解题的时候呢 一个原则 题目给你的条件 如果没有用到的话 那就表示怎么样 表示这个题目呢 可能有问题 各位 我们刚刚讲到了怎么样 讲到了这个质量比4比1 半径比1 这个1比1 可是逆度好像没有用到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各位 其实一开始 你这样写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完全误会 这个题目的意思了 好 为什么呢 这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双心 这个双心里面呢 这个R呢 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是两个指点的距离 一个是指它的轨道半径 所以基本上这个题目呢 应该是说 各位 这里有恒心A跟B 各有一个行星 绕着怎么样 绕着这个恒心 再做怎么样 再做等数率圆周运动 那基本上 各位 这是两个不同的怎么样 两个不同的星系 那基本上呢 它说怎么样 这个A跟B呢 距离很遥远 那所谓的 这个行星的轨道半径呢 一样 可是人家问的是 恒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今天呢 你这个题目呢 算出来4比1 4比1是什么 你知道吗 4比1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的重力加速度 可是不是 恒心表面 各位 这是恒心嘛 对不对 那大小 当然我这里画的是示意图 人家要算的是 恒心的表面 恒心的表面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重力加速度比呢 到底是几比几 所以这个题目呢 不是说怎么样 不是说 这个轨道半径 就等于怎么样 等于恒心的半径 各位 这两个半径不一样 有很多种意思 今天我要算的是 恒心的半径 而不是这个行星怎么样 小行星 它的轨道半径 各位 这轨道半径给你了吗 可是恒心的半径 没有给啊 那怎么算出 这个恒心的轨道半径呢 恒心的半径 到底多少呢 来各位 这质量4比1 密度1比2 那基本上质量 应该要叫什么 你知道吗 质量叫做密度乘以体积 体积呢 球的体积叫三分之四 πR三次方 在物理里面 这个我想只能够当做怎么样 当做是已知的条件 那当然在高中物理 境界的买片里面 我有怎么样 我有积分 这个怎么样 这个球的体积 球的表面积给大家看 好 所以质量叫密度乘以体积 体积叫三分之四 πR三次方 所以基本上三分之四 π常数 所以轨道半径 应该是这个移过来 好 这轨道半径 叫做rho分之m的三次方根 各位 轨道半径应该是跟质量除以密度 开三次方根 而成怎么样 成正比 所以这个要小心 好 来 各位 所以呢 在ra比上rb 这个恒星表面呢 这个恒星的这个半径 ra比上rb 应该是 来 各位我们这样写 大的三次方根 好 质量4比1 质量4比1 然后密度比是1比2 来 各位题目给你的条件 质量4比1 密度比1比2 好 质量4比1 密度比1比2 所以4处于1 比上1处于2 来 翻上去 8比1开三次方根 开三次方根出来就是多少 就是2比1 那一般呢 教授在算这种题目的时候 数字上不会太刁难大家 所以你看 他刚好8比1开三次方根 刚好就2比1 好 一般都能够算得出整数 知道怎么样 知道 恒星的怎么样 恒星的半径以后 来 再带回到表面的重力场强度 叫r平方分之gm 所以呢 这个质量多少 质量4比1 那这个恒星呢 半径是2比1 4处于2的平方 这个是1处于1的平方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1比1 所以ga比上gb 答案就多少 答案就是1比1 所以ga比1比1 但一些比或比值 一般物理老师 比较不会特别说 好 去挑你这个毛病 这个1比1 1 这个比值跟比呢 在物理里面 我们面上不会太去挑这个毛病 好 所以这个题目呢 陷阱各位要注意 陷阱各位要注意 再强调一次 第一个 配分比较高的 这个题目 我想呢 比较怎么样 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如果你很快 就算出来的话 除非你很有把握 否则你要注意 是不是其中必有诈 好 其中必有诈 来 接下来呢 第二个 题目呢 给你的条件 如果没有用到的话 你都要怎么样 你都要一点警觉性 好 这个题目给你的条件 一般来讲 都是会用到的 好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解出来 好 那这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示意图 那接下来b 他说两个行星 周期比ta比上tb呢 到底是多少 好 很多人说 老师太简单了嘛 对不对 我是听话乖宝宝 好 万元利益提供怎么样 提供向心力 算周期我们列 t平方分之四拍平方 所以周期可以解出来 叫二拍 根号gm分之r三方 那ta比上tb呢 显然跟怎么样 跟他的这个半径 跟他的轨道半径 跟质量有关 好 很多小朋友说 老师太简单了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刚刚算出来 这个半径比多少 半径比2比1 来 各位 这半径比2比1 所以r三次方 2的三次方 1的三次方 好 质量比多少 质量比4比1 所以呢 这里变根号2比1 很好 来 打叉叉 打叉叉 为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不对 老师 这个半径 我们刚刚算出来 不是2比1吗 来 各位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里 我这里故意写小写的r 前面这里呢 我故意写怎么样 我这里故意写大写的r 这大写的r跟小写的r 差在哪里 各位 这个题目呢 我刚刚讲 有两个半径 一个是恒星的怎么样 恒星的半径 一个是行星的轨道半径 有恒星的半径 还有怎么样 还有这个行星的轨道半径 今天你要算的是行星的周期 所以你要带的是行星的轨道半径 各位 不是这个恒星的怎么样 恒星的半径 你所谓的2比1 是指恒星的半径 可是这里应该要带的是 它的轨道半径 好 所以来 正确的写法应该这样 TA比上TB 各位 题目讲了 轨道半径比是1比1 轨道半径比是1比1 好 接下来呢 这个质量呢 中心星球的质量4比1 所以1的三次方处以4 比上1的三次方处以1 所以答案多少呢 答案1比2 TA比上TB 多少呢 TA比上TB等于多少 等于1比2 好 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有陷阱 当然了 如果你一开始 一开始 如果就把怎么样 就把这个所谓的轨道半径 跟恒星的半径 搞混的话 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第一题错 可是BCD三题都会对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 跟我们前面做的问题 其实概念也有点类似 没有人规定 你一定要照顺序做 好 那这个第一题错了 也不代表说第二题第三题 这个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错 这个基本上 这个小题之间 它有相关性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怎么样 一点点它的独立性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轨道半径 还是这个恒星的这个半径 要先搞清楚 如同我们在双星里面讲到的距离 是指两个支点的距离 还是它的半径不一样 好 所以周期比呢 一比二 来 接下来C 他说两个恒星系统的位能 EV比上UV到底多少 以无穷远当零位面 来 各位 我们前面呢 讲到 这有系统才有位能 没有系统就没有位能 所以你看 教授 这个他用了怎么样 用了一个很正确的名词 就是恒星系统的位能 比是几比几 今天不是说 两个星星的位能比 不对 这句话呢 语法错误 要我们两个 这个有一组怎么样 有一组位能 所以要有系统才有位能 没有系统就没有能 还记得吗 前面这一会儿 你讲过很多次了 那再来呢 严格来说 如果题目只是说 好 恒星系统的位能比几比几 那我们可以直接写五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讲位能 你必须要告诉我 林外面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林外面在哪里的话 这个位能值是一个位定值 好 他现在说 以无穷远当于林外面 那刚好就是我们前面的公式 叫负的小二分之GMA 那因为呢 两个行星呢 它的怎么样 它的半径一样 这个半径一样 所以跟质量呢 成正比 那刚好两个星球质量比4比1 水一微比上UV 就是4比1 诶 两分 诶 果然就怎么样 果然就还蛮简单的 对不对 刚刚前面A跟B三分 那C跟D呢 这个两分 所以比较简单 当然这两分好像还蛮好赚的 比前面那个三分呢 更好赚 来 接下来 最后一个 这个两个行星的动能比 KA比上KB 到底多少 那动能叫做2R分的GMA 那一样 两个行星呢 轨道半径比香的 所以跟怎么样 中心星球的质量呢 这个成正比 所以1KA比上1KB 应该多少呢 应该是4比1 所以C跟D 哇 这后面这两分 其实还蛮好赚的 后面这两题的两分都蛮好赚的 前面呢 这个A跟B呢 两题的三分比较难赚 所以我想解题的目的不是怎么样 不是这个答案本身 而是说解题 帮助我们找出我们的 这个盲点到底在哪里 那是不是加强了我们一些基本的观念 所以等一下我希望你再讲以上 实际做一次 那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说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解订阅